大家好 歡迎來到精油姊妹說 我是Ariel 我是Jen 頭皮屑讓你要散發魅力的時候 超級尷尬 今年過年你想要去哪裡玩啊 還沒想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想要去可以滑雪的地方 日本或是韓國嗎 這兩個地方都可以滑雪喔 也不是說不行 反正只要可以滑雪都可以 但是呢 台灣可以賞雪的地方只有橫華山 而且只要氣溫驟降的時候 大家就會一窩風衝去橫華山 然後把橫華山擠個水洩不通 重點是雪量還很少 所以完全不敢去 兩個玉山 橫華山都會下雪 但雪量都不多 沒有辦法滑雪 對 都沒有辦法滑雪 但我建議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就是冬天也是會下雪的 哪裡 你是說台灣嗎 不是 我是說這裡 這裡 這裡會下雪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沒有 我很認真啊 這裡冬天會下雪啊 因為冬天會有長頭皮屑嗎 因為頭皮比較乾燥的關係 就是你要這樣說也是沒有錯 但是我可以在你的頭皮上滑雪嗎 我前陣子也是有頭皮屑的困擾 因為冬天的空氣比較乾燥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頭皮 也是屬於比較乾燥的 另外就是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冬天的水溫我們也會開得比較熱 所以這些種種因素加起來呢 就會造成我們頭皮的水分跟油脂的上失 這時候就會造成乾癢跟脫穴的狀況發生 所以呢 我們在冬天一定要就是洗澡的時候水溫不能開太熱 而且還要加強頭皮保養 為什麼我這麼專業 因為這是我去沙龍的時候 設計師跟我說的 這個我也很有經驗 因為我之前冬天的時候也會有頭皮屑的產生 然後我就會去沙龍店 瘋狂的幫頭皮做 深層淨化按摩去教室 花滿多錢的 對沒有錯 要不然就是去買一堆那個護髮油 回來摸摸摸摸摸 我還有試過一個最酷的 就是一個禮拜不洗澡 你受得了 皆有練過 到底有什麼好驕傲的 拜託 你一個禮拜沒洗頭的時候 跟我說一下 我絕對不會待在你方圓五公尺以內的地方 我跟你說 這件事情我做過 那呢 我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時候 跟現在一樣 就是每天洗頭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油脂 第三天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我的瀏海綁起來了 第四天呢 因為看起來整顆頭比較油膩一點 所以我就會綁成一個馬尾 看起來就不會有油膩 看起來像是那種我的護髮油 第五天跟第六天的時候呢 我就戴上了帽子 這樣就看不出來了 那第七天呢 嘿嘿 第七天就待在家裡吧 因為其實真的有點味道 所以我就乖乖的待在家裡 確實 拜託你不要出去躺害路人 反正我用那麼多錯誤的方式之後 我才知道這些都是不對的 然後呢 尤其有一次我覺得 很有趣的是頭皮 我用了很厚的護髮油 抹在我的頭皮上方 結果我照著我的毛呢 主色發炎 頭髮長不出來 我覺得你的頭皮蠻可憐的 我的頭皮又受我虐待 總而言之 我們要大家都要好好的照顧 我們自己的頭皮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 今天就要來介紹 頭皮保養的精油配方 精油配方呢 請看螢幕上方 馬鞭草頭迷蝶香 Rosemary5滴 檸檬Lemon10滴 真正薰衣草 Lavander10滴 綠花白千層 Niole5滴 白里芬白里香 Chime2滴 茶樹Tea Tree5滴 接下來呢 我要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精油配方 首先呢 會造成頭皮蟹的 除了一些皮膚病之外 常見的原因就是 頭皮上的皮蟹牙寶菌 那這個配方中的 白里芬白里香 檸檬茶樹 都是可以抗菌的 尤其是白里芬白里香 可以殺菌 但是因為比較刺激 所以劑量上 需要非常的注意 另外呢 在這個配方中 還有非常重要的 一支精油就是 馬鞭草頭迷蝶香 馬鞭草頭迷蝶香 屬於同類 同類可以化於 現在人壓力大 因此頭部 常常會有很多的結結 趁頭部按摩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入 馬鞭草頭迷蝶香 將頭部的結結化開 是個非常好的選擇 好啦 那就到我們影片的重頭戲 時間就是這個配方 到底要怎麼做使用呢 首先呢 我們要把剛剛上述 所有的精油配方 全部都混合在一起之後 加入芝麻油 調合成3%的濃度 之後呢 這個保養過程 我們會準備到 三樣工具 第一個是尖尾書 第二個是溫熱的毛巾 第三個是髮圈或是髮夾 首先呢 我們用尖尾書 把頭髮均勻的 分成8個等分 左邊4個等分 右邊4個等分 之後呢 就用尖尾書 把頭皮這樣 頭髮剝開 這樣子我們在用按摩油的時候 會比較好直接上到頭皮上 把所有的頭皮 全部都均勻的上完油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剛準備的髮圈 或是髮夾 把頭髮夾起來 之後用熱毛巾把它包起來 熱毛巾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要靠上面的蒸氣 幫助我們頭皮的毛囊打開 這樣子呢 我們的按摩油的營養成分 會更快進入我們的頭皮 所以呢 熱毛巾的溫度一定要夠 接下來呢 我們就在頭皮上面等待個 半個小時左右 半個小時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配方去拿去洗掉了 這時候呢 一定要用那個洗髮精洗掉 不然你的頭髮就會油油的 這個療程的話呢 一週只要做一次 然後我們以四週為一個單位 因為呢 你在第一次做完的時候 它大概只能好50%左右 它不會讓你100%的完全好轉 可是在你做完一整個療程 就是一整個月都進行這個保養之後呢 它大概就會好90%左右 接下來後續的保養 就是看你自己去怎麼去維持它了 沒錯 如果剛剛聽完Ariel講這個配方之後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神奇呢 那我要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配方一定要用 芝麻油 芝麻油呢 它其實有讓我們毛孔打開的功效 就是尤其是溫熱的芝麻油 而且它可以促進呢 細胞代謝 然後呢 加速它的循環 再來呢 它可以清除自由 及強化我們的免疫系統 所以呢 芝麻油又稱為 原來是這樣 有錯 聽完以上這些介紹之後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就是充足的睡眠 充足的睡眠 可以讓我們的頭皮更加健康 也可以讓你在使用完精油配方之後 事半功倍 所以有頭皮血困擾的朋友 歡迎在家自己試試看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你的使用心得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為止 希望大家會喜歡 喜歡的朋友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